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恐怕又免不了一顿责罚了 原来连宿母都知道我娘对我管束苛刻呀 你呀既是太子又是兄长 你娘望子成龙心切 希望你可以在皇子们面前是个表率 也是理所应当的 都是为了你好 只是读书尽学一定要保持心胸愉悦 加以时日循序渐进 融会贯通 自然会有所长进了 依我看你娘是多虑了 以太子的聪明才智 未来又要继承大统 是何等尊贵之人呢 读书尽学自是难不倒你的 是不是 树母要是能当我娘就好了 这种话可千万不要当着外人的面说啊 你若是喜欢我们依兰殿 旧逢客渝或者休目之食 常过来走动走动 树母给你做好吃的饼耳 好不好 奥尔 这确实是你抄写的吗 都是孩儿抄写的 那好 娘问你 这个字念什么 孩儿不识 你既然已经抄写了二十遍 还不认识这个字 做何解释 娘知道你性情浮躁 故让你抄写二十遍 是让你边抄写边体会 你非但不了解为娘的一番心意 还在这信口狡辩 你要我怎么惩戒你 孩儿没有撒谎 你还敢狡辩 母后不必恼怒 儿臣说实话便是 这是康皇帝帮我抄写的 母后不必打儿 儿臣将来要当皇帝 谁也不能打皇帝 王子承农是天下所有母亲的心愿 可是这种强烈的期盼 却促成了儿子强烈的叛逆 在我还没有察觉的时候 就已经在他心里 种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如今傲儿真是越大 越无法约束了 虽是大汉组织 立子一掌 可是立贤 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时至今日 孤徒有中宫之尊的虚名 已失宠于陛下多年 加上傲儿顽名不化 太子地位之脆弱 叫姑如何不忧心呢 皇后 太子年幼 兴起浮躁 宫中生活本来就拘谨 再加上殿下约束慎言 太子难免反叛 殿下不必为此忧心 姑承太后谈爱入宫多年 安分之足千功退让 为的就是傲儿 姑只有傲儿一个 这些年来 姑唯恐疏忽对她行教养之责 也是怕她好高误元 可是 这孩子 太子尚年幼 殿下的苦心未必明了 恕奴婢斗胆 皇后对太子期望殷妾 但妾不可拔苗助长 一旦发自肺腑厌穴 才让人堪忧了 殿下 大事不好了 太子不见了 殿下 有患者见到太子 去往伊兰殿了 请殿下放心 奴婢一定会将太子 从伊兰殿接回来 不必了 估自己去 郑君 伊兰殿那个地方 还是公孙夫人去比较妥当 姑是太子的母亲 理应由姑把太子 接回来才是 不知皇后殿下要来 有失远迎啊 妹妹不必多礼 冒昧打扰是因为傲儿顽劣 给妹妹添麻烦了 妹妹愚昧 姐姐的意思是 太子在你这儿吧 太子 太子不是应该在太子宫吗 怎么会在我伊兰殿呢 姐姐在和我说笑呢吧 这是太子私旅 姑刚才在你的前殿找到的 姐姐既能找到太子的私旅 那么也必然能找到太子了 这是妹妹 我实在帮不上姐姐的忙 因为我确实不知道啊 看来妹妹不肯帮姑这个忙了 姐姐这是什么话呀 你要是不相信的话 大可在我伊兰殿里面搜一搜 要是您找到太子的话 带回宫就是了 公孙夫人 在 一定要把太子给姑找出来 是 奥尔 跟你要回去 奥尔 奥尔 耳片不回去 奥尔 你好大胆 太子殿下 快跟你母后回去 听话 耳朵不回去 都给姑退下 都给姑退下 你也退下 你也退下 皇后 这里 是 伊兰殿 放肆 伊兰殿乃永相内庭 姑乃永相之主 退下 阿尔 阿尔 奥儿 你非得这么做吗 当今太子有家不回 明早你父皇就会知道 知道娘教子无方 娘是一个失败的母亲 你非得让天下人都耻笑为娘吗 而屁不回去 你说的没错 你是当今的太子 日后的皇上 你要是硬不回去 娘能奈你何呢 而是怕回去以后 母后再狠狠地打 你要记住了 不管对错 娘打你 始终是打在儿身 疼在娘心 你知道吗 欲不拙不成器 太父没教过你吗 而就不回去 好 你要是硬不回去 娘能拿你怎么办呢 就让天下人都耻笑为娘吧 娘 儿跟你回去 来人 还不快给太子被碾 不用 姑和太子徒步回宫 奥儿 娘何尝不想让你每日开开心心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可是 你身在帝王家 娘今日不对你严加管教 明日就没有你的立足之地知道了 娘 孩儿知道了 子曰 学儿时习之 不亦乐乎 有旁自远方来 不亦怨乎 连不知而不运 不亦君子乎 母后看看 儿臣画得可好 儿为何换两条鱼呢 大鱼乃母后 小鱼乃儿臣 水乃皇宫 两条一大一小的鱼 在水里来去自如 意思就是 母后和儿臣在皇宫里 宜然自得 欢喜有余 儿说得真好 成名殿太妇求见 母后 儿臣先行告退 陛下太妇来向殿下禀报 太子进学之事 参见皇后 太妇不必多礼 老臣年老体衰 特来请皇后开恩 允许老臣置事还乡 太妇品德厚重 睿智宝学 此番为何请辞啊 太子参老臣不备 有失斯文 这让老臣的破莲往哪放啊 偶尔自从到承明殿进学以来 已经连连让三位太傅请辞 质子顽劣远是天性 可是作为太子 他并无选择 必须迅速成长 就像拔高的新鸟 一刻也由不得自己 简在地心 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 陛下会赐你一个罪名 把你罢免 皇后殿下 陛下已帮太子选定新的太傅 请殿下带领太子前往承明殿 向太傅施礼 好 我知道了 奥尔 你从今往后要跟着太傅好好地学学 不许再淘气了 知道吗 是 母后 皇后殿下长乐无极 奥尔 快向太傅行礼 是 奥尔 以后一定要跟这位太傅好好地学习才是 是 母后 皇后殿下请留步 大人免礼 大人去西域的时候 姑还是太子妃 没想到多年过去了 奥尔已经长大了 大人也沉稳了不少 谢皇后殿下 奥尔生性不羁 以后就有劳大人了 请殿下放心 萧玉一定克尽其责 好 那姑替太子和皇上谢过你了 本王问你 何为太傅 太傅乃太子师父 太傅之责 在教育辅导太子 使之掌握儒学经义 治国方略 成为继承大业之人 现在我来问你 何为太子呢 太子就是我 康王殿下以为如何 立敌一掌 视为太子 答得很对 可为何如此呢 立敌一掌 世事不绝 天下之大义也 天下者 高祖之天下 父子相传 汉之约也 康王殿下名学强辩 又知长幼有序 来日定可成为太子左右 太子天下本 本遥天下动 不知道诸位可感觉到震动了吗 大胆 竟敢羞辱本王 太子虽然高贵 太傅却可以教训 学乖了没有啊 弃而不舍 金石可漏 如子可教也 你刚才的步伐是什么名堂 能不能教我 今日就此下课 回去好好温顾 明日咱们学 黄老与如雪有何不同 老师教我习武 老师教我习武 先学文 后学武 不知殿下意下如何 娘 星儿 慢点 星儿 星儿 今日进学 新太傅都教了些什么 让我好找 什么兴致不兴致 不过是闲来无事 打发时间罢了 找我这么急有什么事 康儿下学以后 有没有见过你 见过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 今天成名店的事 不就是换个太傅吗 有什么新鲜的呀 姐姐可知道 新来的太傅是何人 那你认为应该选谁 做太傅呢 看样子你是知道了 你不觉得很巧吗 他怎么回来了 政君 两位妹妹都在此 皇后殿下 皇后殿下常为无极 政君啊 我们正说呢 听说陛下给太子换了新的太傅 今天在成名殿 太傅居然出手 打了太子 是才傲儿下学 姑已经询问过了 确有此事 这都已经是第几回了 太子和太傅打斗 这成名殿啊 以后可是热闹了 今日啊 在成名殿 太子以及几位皇子 与太傅发生打闹 实在是不成体统 还望两位妹妹 尽心督则皇子们 勤勉尽学 不负圣恩 姐姐所言极事啊 多谢姐姐提点 也请姐姐 可以查明今日之事 缘何而起 责任在谁啊 那以妹妹之鉴 今日之事 非要闹到陛下那里去 便出一个 赎氏赎妃来吗 政君 你要是觉得 你不好开口的话 可以由我带你去说 也未尝不可呀 都是小孩子 何必为此伤了和气呢 萧玉为人阻止多谋 由她做太傅 说不定就可以管束住太子呢 又可以了却姐姐的心病 又可以和萧大人频频相见 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 阿盈 你此话何意 早在姐姐当太子妃之前 不是就跟萧大人的私交很好了吗 我想 恐怕就是你 亲自保举的萧大人 做太子的太傅吧 这亭子里面又没有外人 就我们三个人 你又何必隐瞒呢 萧玉做太傅 完全是皇上的旨意 一别多年 难道萧大人认不出我来了吗 萧玉拜见傅昭仪 本宫嫌永相太乱 有心出来走走 不想在此遇到了萧大人 萧大人心愈之行 此次回来更是气度非凡了 夫人也是风韵犹存 这才是我当年认识的那个萧玉嘛 听说永相风华正茂 身受金上宠幸的是董美人 怎么 萧大人也对董美人有意 萧玉还是萧玉 哪有不爱美人的道路 听说这董美人二八风铃 娇艳欲低 怎比剩下的牡丹呢 萧大人认为 牡丹开到剩下就该败了吗 明娶的风光还是很好 下官就不打扰夫人 先行告辞 太子还在问书吗 太子自进学以来还从未如此勤勉 看来萧太夫还真是有些本事 傲儿要真能进步 那倒也罢了 怕只怕今日在成名殿闯了祸 才做做样子而已的 太子今日表现 在奴婢看来 倒决然不是在做样子 是吗 太子既做内侍案前 案上摆的全是论语和老子 看来学习得颇为用心呢 好 公孙夫人 把太子的这些食物啊 拿到内室去吧 昨日的课业 想必诸位皇子都准备好了吧 皇老之学与儒学的渊源 可有人知晓啊 不知道 黄老 老子之学 又称道学 儒学首推孔子 孔子曾师从老丹 康王殿下所言不错 还有哪位殿下有所领悟啊 学生略知一二 想不到太子殿下 昨日也有用功 老子云 治大国若蓬小仙 皇老乃无为之术 事为无为而无不为 高祖以之清静无为 修养生息 道我孝武大帝 以儒学之国 天下富足 道学与儒学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 各有其所就用 免礼 太父所谓何来 下官此番前来 特想殿下道贺 喜从何来 以下官多人来的观察 太子引物惊人 不仅抢计 明辩还能融会贯通 来日必成大器 太父在成明殿授业不过数日 怎知太子将来必成大器呢 殿下有所不知 太子少年气盛 胸怀大志 之前荒书不学 实乃管教过言 激起太子的逆反之心 如今下官恩威并施 一仰有道 太子对学习又回复了兴趣 太父所言不无道理 姑想请教一下 如何一仰有道呢 一味苛责并非良策 没有对症下药 一施一敌一友 刚柔并举 宽言相计 导致书之 行之有效 太父深谙 因才施教之道 他日太子若学业有成 姑将禀明今上 简在地心 下官深知殿下 被太子进学忧患 一心只求为殿下 分忧解仇 绝无半点邀功情赏之意 太子学业之事 就有劳太父您了 下官领旨 儿臣拜见母后 奥儿手里拿的是什么书简 是承明殿太父所授的德经 奥儿正在问书吗 是 看到奥儿如此用心读书 母后很宽心 希望你不要半途而废 儿臣谨遵母后教诲 百驾交房店 殿下 陛下从先帝灵回来 直接来交房店 圣驾已经到东门了 请殿下沐浴更衣准备 快 去伊兰殿 改驾 改驾伊兰殿 陛下 这是我亲自为您做的 哦 哦 艾菲 此帕秀得非常好啊 两只鸳鸯 一只是陛下 一只是臣妾 禀告陛下 飞翔店来报 董美人他病了 哦 董美人病了 到伊兰殿做什么 去请太医啊 呃 艾菲 这样 朕去看看东美人 去去就回 一定陪你看日出 好不好 啊 去去就回 哎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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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 陛下 陛下来了吗 陛下 原本自东闻 进交房殿 可路经伊兰殿时 突然改变主意 掌灯时分 叶婷通报 董美人病了 陛下 又别了富药 去了飞翔店 嗯 殿下 要保重身体啊 我知道 你先退下吧 我想一个人 安静一会儿 姐姐可真是命好 我听说 皇帝陛下 自踏入伊兰殿 到离开 前后不过五刻 姐姐就有了 真是让我好生的羡慕啊 现在啊 我听那些工人们 说皇上最宠爱的那位 说的可难听了 说他 说他什么呀 说他是只 不会下蛋的鸡 有些女人啊 只要男人一碰 即刻就有了 可有些女人啊 即便夜夜成欢 也依然膝下无子 要不怎么叫 同人不同命呢 是啊 还是姐姐的命好 早就听闻 寿院百寿凶猛 未闻其官 陛下时常未知 流连忘返 今日就请院友成带路 让本宫长些见识 夫人请看 请看此手 夫人小心 陛下和东美人 最为喜爱这些猛兽啊 这只熊 夫人 此熊乃为陛下和东美人 最为喜爱 你只需将此落完 在三日之后 百寿演出前 给黑熊服下 其他一切 本宫自有安排 夫人 夫人饶命 夫人饶命啊 夫人 这又不是毒药 只不过是一剂迷药而已 客下 你只有两条路 要么 你就向圣上告命 奴才不敢 奴才不敢 要么 你就帮了本宫这个忙 本宫到时候 自会为你着想 为你寻一条好的出路 母后 准备好了吗 奥儿今日兴致很高啊 平日去成名殿上学 也不见你这般高兴啊 母后取向儿臣了 儿臣早就听闻 寿院百寿凶猛 今日可以随母后 父皇一到去看百寿 当然是开心了 来 娘 听说兽院的猛兽十分凶猛 会不会吓着您腹中的胎儿啊 当然不会了 娘 那些猛兽会咬人吗 傻儿子 兽院里的猛兽都由苑佑城管着呢 不会咬人的 可原有诚管得住那些猛兽吗 我的儿子 你是不是害怕了 放心吧 有父皇和娘在啊 不会让那些猛兽吃了你的 走吧 皇上你看 多凶冷啊 开动 别怕 快 快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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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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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真好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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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菲 你终于醒了 太好了 陛下 真的是陛下吗 是真的艾菲 我 我怎么躺在这儿 你忘了 那只熊扑过来的时候 你舍身挡熊啊 其他人都吓得落荒而逃了 只有你 挡在了镇的前面 艾菲 艾菲 你何来自勇气啊 陛下 臣妾二十听娘说过 这熊啊 只取一人性命 不会再取第二人性命 艾菲 千军一发之时 臣妾未曾多想 只希望能一身党兄 替陛下免遭疑难 爱妃呀 时至今日朕才明白 在这众多后宫嫔妃当中 只有爱妃你 对朕情真意切呀 有陛下此言 臣妾死而无憾 陛下是臣妾的丈夫 更是万圣之尊 臣妾虽然深爱着陛下 可终究不过 真是天地可见 日月可彪啊 姐姐 妹妹 你要好生修养 阿妖 多亏有妹妹在 陛下 才免受惊扰 如非姐姐我有孕在身 行动不便 断然不会让妹妹一个人 顾身犯险的 好了 你们都下去了 让冯爱妃好好休息 爱妃 想吃些什么呀 有陛下 有陛下在 吃什么都好 母后 何欢殿的树母为何为了父皇以身挡雄啊 大概是因为你的树母爱极了父皇吧 那这么说 人在最危急的时刻 最想保护谁 心里就最爱谁吗 应该是这样 所以儿知道母后是最爱儿的 太父也是最爱儿的 保护殿下与太子乃下官官职本分所在 太子不必客气 殿下若无其他的事 下官就此告退了 今天有劳太父了 才让我们母子得以脱身 殿下严重了 下官担当不起 请殿下与太子早些休息 谢太父 夫人千辛万苦 到最后 却给别人做了嫁衣 我不服 我不服 夫人 夫人 你没事吧 夫人请殿下 我要受人 去找陛下 快去找陛下 是 是 夫人 回禀夫人 夫人阵痛 乃胎因不宁所致 并无大碍 待下官为夫人开几副安胎的汤药 夫人服用后便会无事了 有劳大人了 下官告辞 夫人 夫人 陛下怎么说 回夫人 陛下说 夫人的胎痛 乃是在寿院 被雄惊下所致 让夫人安心休养 改日再来探望 天下宿 天下苍苍苍 白鲁为霜 所謂一人在水一方 大宋回從我知到足千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